2023年5月9日,大天使迈克尔,宇宙的邀请,传导I like Amara,一辙,扬声传导。 你们好,神圣的医们,我们以爱问候你们,我们很感激有机会与你们建立联系,并呼唤你们在你们的内心定位于不断增长的多元能量和智慧领域,这是你们内心的光。 我们现在邀请你们不仅要适应这种能量,还要让自己与之产生共鸣,在你们这样做的那一刻,并经历一次内心的转变,我们对你们说,你们已经成为神圣的自我,现在你们不总是待在那里了,而且你们并不总是以一种独特的管道关注这种光线。 你们经常从这个心你们的意识意识中划出,在专注于作为集体现实存在的爱八度音阶时,你们失去了震动的提升,但是,你们成为和选择故意成为你们神圣自我的能力就在你们的内心,并且越来越在你们的掌控之中。 我们希望与你们一起庆祝这段经历的现实极其影响,我们希望你们认识到并从我们那里听到这一点,扬声就在眼前,也许考虑一下你们进入和离开扬声的存在状态可能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阿拉雅对我们这么说有点惊讶,但随着我们的继续,内心开始明白,扬声当然不是一个这路点,不变的状态。 你们的存在状态总是由你们创造并动态展开,而扬声首先是一种频率状态,一种与神圣自我的统一和合一的状态。 随着你们每个人花更多的时间与你们之所是交流,这便得更加自然。 当你们花更多的时间在合一中时,你们的启动状态就形成了你们的物理形态,它适应和对其更高光的能力正在增长。 随着你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存在于这些提升的存在状态中,你们赋予彼此力量来维持这种频率。 这就是我们现在建议的目标,对于那些正在阅读这篇文章并在你们的经历中认识到这一点的真相,并知道它是真实的人来说。 成长你们的开放能力,放松,与你们的神圣自我产生共鸣,让你们进入有意识的交流。 一体性,成长你们的存在能力,多元性与更高的光共振,并保持这一点是此时培养的前沿技能。 这是你们发现自己的门键。 我们今天通过艾拉艾写信给你们,邀请你们作为一个团队聚在一起,在一段持续的时间内专注于这种能力。 在这种实践中,让我们支持你们,进一步激励你们,照亮更广阔的内在资源、意识和永恒品质并提供能量的支持。 这样你们就可以赋予自己权利来进化,完全进入神圣自我的频率和表达,成为人类。 我们想与你们分享引导的内在体验、探索、旅程、调谐和传递。 这些都将帮助你们在越来越多的体验时刻打开更多。 这个有广阔的光和能量和认知组成的内在领域,并与之成为一体。 我们还为你们提供协调、对、应、渐、近、远程的能量注入,以支持你们的身体形态,并将书面资讯作为对这些能量注入的评论,帮助你们拓展心理,澄清你们的心理领域,并向你们周围的无限可能性打开你们的视角。 关于你们之所事以及你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新观点,对你们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新的理解和内在的认识。 所有这些都将加深你们与神圣自我的意识联系,所以你们可能会将内在光明的智慧转化为认识。 因此,你们可以在任何时刻接收到你们的神圣自我向你们发出的内心呼唤,照亮全力,照亮现在存在的机会,并帮助你们接收意识,帮助你们与这些广阔的机会同步。 这样你们就可以体验成为的过程,你们可以每天都进化成更完整的表达。 在这里,在你们的人性中,我们正在为你们提供这些经验,以便你们可能会觉醒到这个统一状态中的潜力。 那就是你们真正的自我,真实的你们是作为一个无限光的统一场而存在的,而你们,在你们的人类中,正在越来越多地发现这个光在你们内心的真实存在,以及你们与这个内在光对,其并与之和谐共振的能力。 这种变得完整的行为是一种选择,这是对真实自我的一种宣称。 在神圣合一中接受你们的意义和你们深刻而独特的价值,你们每个人都是神圣的表达。 我们在你们神圣的完美中认识你们,秩序灿烂,爱光芒四射,永无止境。 在你们的内心已经有了神圣,知晓你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邀请你们敞开心扉,通过表达你们愿意成为的意愿,让你们越来越频繁地成为这个自我,并更自觉地意识到它就是你们。 你们是神圣的自我,亲爱的医们,你们是神圣的自我,是时候一劳永逸地消除你们是分离的幻觉了。 你们可以让所有的东西都焕然一新,你们可以在这里扩展到作为你们的源头的存在的充实中,让能量和光从你们身上流出,进入你们,成为你们,注入你们的身体形态和你们的世界,以更高的光和更高的作为已知的光。 你们是神圣的自我,你们是神圣的自我,这是对你们真正的内在力量作为源头创造的宣称,这就是你们来这里的目的。 在你们内心的宁静中,你们可以感觉到这是真理,现在花点时间去打开你们内心的能量和光,让它现在就和你们说话。 在你们最深刻的认知中,你们知道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喜悦,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解决问题,疗异一切,弥补过去的错误,或解决业力问题的。 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在一场有意识的记忆的美味舞蹈中体现你们自己的更高光芒,以一种新的,不同的管道重新组装神圣的存在,在这里,以人类的形式通过这样做,将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提升到新的表达中,神圣的表达。 你们知道你们不会孤单,很多其他人也会在这个时候来,准备好并愿意和你们一起跳舞,适应快乐和爱,适应内心的平静,以及对你们内心力量和创造力的深刻认识,行星长线在存在于更高的光中,并且能够维持你们在那里的存在,在这个动态膨胀,提升的内部光辐射场中。 越来越多的早期适应者,那些天使和星星的存有,那些化身的大师和元素的存有,正在向他们的内心呼唤敞开大门,转移到这个过渡的平宽中。 一个高阶的第四维度长,在这个长中,你们能够进出阳升的存在状态,并成为一座桥梁。 因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你们一点一点地让集体适应更高的光,让其他人更容易在自己内心感受到这种光,并发现它的自然性,它的开放性。 一个人可以在内在光的神圣存在中,在与源头的真正合一中,轻松地生活和拥有自己的存在。 但成为这座桥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很有趣。 在这里,越来越多的成为你们真正的自己是很有趣的。 在你们的日常人类生活中,有意识地改变和流动不仅在频率上,而且在维度上。 这是很有趣的,通过转变到与你们内在之光不同程度的共鸣中,打开并成为神圣的自我,成为人类,然后将这种存在状态带入你们的日常生活。 作为神圣的自我存在,并与你们正在经历的融合,与你们为家人或朋友准备的晚餐融为一体,与神圣的自我融合,与你们创作的绘画,颜料和阳光融合,流入你们的艺术工作室,感受你们的身体,变得异常宽敞和强大。 感觉膨胀,在你们绘画和创作的过程中,对自由和爱的深刻而难以描述的流动几乎,发出喜悦的尖叫。 亲爱的医们,当你们进入这些新的存在潜力时,你们需要培养自己的能力,让自己快乐起来。 我们看到你们了,想象一下,当你们在花园里玩耍时,与脚下的地面融合,或者与树木交谈。 你们也在与树木融合,在你们神圣的自我状态中,与你们所爱的人融合在一起,看着他们,与你们所处的家,空气和事物融为一体,感受一切事物的多元存在。 一切,所有存在于你们身上和内在的事物都是充满活力的,完整的,爱的。 就是这样,亲爱的医们,成为神圣之人,在这里,成为神圣之人并与你们当前的生命融合带来你们的辐射流并流入其中,进入一切。 将你们的能量常扩展到生命中,扩展统一的能量常,就像宇宙梅尔卡巴正在扩展并融合到你们的宇宙,你们的星系。 你们的行星能量常和你们一样,你们正在进入你们正在参与和生活的世界,并创造这个多元扬升的宇宙,你们每个人都将成为一个更广阔的统一场,为世界注入更高的光并锚定在这些扬升存在和扬升频率的辐射心领域。 通过广泛的宇宙存在,将宇宙带入行星领域,这就是现在和下一步对你们开放的,这也是我们渴望与你们分享的。 我们希望,既然你们已经感受到了,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已经感受了,因为你们已经收到了这些传输,你们会知道这是不是给你们的,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所处的地方。 如果这是给你们的,并且你们知道,我们欢迎你们现在进入这条启蒙和快乐回归的道路,进入宇宙存在的体验,活出一体,作为神圣自我的化身。 在这种状态下,创造动态和包容的内在光的扩展和沉浸,作为一种现在在世界上的存在管道。 这是新八度音阶的锚定,亲爱的姨们,而你们就是那个人,你们是唯一和其他像这样优秀的合作社区中的人一起,他们将在你们的世界中锚定这一点。 亲爱的姨们,无论你们在哪里,你们都是完美的,一切都很好。 爱你们的活力,爱你们的成长,你们是其中的一员,并且出色地发挥你们的作用,无论是在我们描述的前沿,还是走近他,感受到对他的召唤,朝着他前进。 一切都很好,一切都是应该的,我们确信这一点,让你们自己成为光,让自己敞开心扉,让你们自己唤起并要求你们存在的自由。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起为人类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奠定基础,它真的是那么广阔,美妙和快乐。 心底黎明就在这里,活力四射,光彩夺目,敞开心扉,呼唤你们,呼唤你们所有人回家,我们和你们在一起,当你们对越来越多的事物持开放态度时,我们也会和你们一起,我们与你们同在,我们非常爱你们,我们非常享受与你们的共同创作,你们是有福的存有, 而我们,是你们长久以来的朋友和盟友,天使们,以这种管道服务是我们最大的乐趣。 我是大天使迈克尔,与埃拉尔银河之龙和光之旅士会在一起。 朋友们,在这里逗留,在对当下,对于你们的存在的心理解中,享受它,品尝它,让它深深地沉淀下去。 如果你们有意愿的话,现在就把它当作你们自己的生活,因为这过去和现在都是你们召唤来帮助你们的传送,接受它,让它成为你们的样子,让它让你们振作起来,澄清你们的存在和你们的意识。 我们现在提供给你们的频率,能量和资讯,对你们来说是最有益的。 打开,让它流入,让你们充满,带着爱和归属感,宣称它,这种新鲜感,广阔的可能性感和你们所感受到的快乐扩展。 因为你们一直都是自由的,生活是由你们创造的,我们随时为你们提供帮助。 知晓这一点,一切从邀请支持开始,邀请你们的神圣自我,并从这个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内在之光领域中被引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